所以他說,如果不是經裡面,或是你認為有這本經有這樣講 你才認為這樣是對的 那麼這個實在是不夠了解佛法 因為他前面已經講 只要真實正確的事理相容貫的,那麼就是佛法 雖然佛沒有說,但是是合乎佛法的 不能夠說,我所傳承的經有這樣說,那才是 所以他說,這樣講實在不瞭解佛法 他說,在佛法的流行中,就是我們現在流傳的佛法 龍舍與世尊本教不相愛 他不相愛喔,但是他不一定是向解脫的 那麼這些善法,所以我們說向善,向善,向解脫 那麼向解脫的法是世尊說法 就是阿含經本來就是解脫道 本來就是解脫道 他本來就是向解脫的 那我們現在沒有解脫嘛 所以向善,向解脫 但是向善這一部分,其實是比較死於世尊善法這一部分 那麼這個是比較合乎多數人的需求的 那後來的大乘佛法也比較偏重在這一部分 那所以,他說 他說,龍舍與世尊本教不相愛 的善法,使佛法豐富起來 能適應不同的時空 就不同的時代 不同的地區 基本上就在這裡嘛 因為時代不一樣 那麼不同的地區 就時空 時間跟空間 這是佛法應有的精神 因為他重點在契機啊 那一樣啊,就像車也一樣啊 你賣到那個北歐的車跟賣到亞洲的車是不一樣的 因為亞洲的車重點在怎麼樣 要防他過熱 北歐的車那邊天然地動 他不怕過熱,他只怕過洞 所以要解洞 那一樣 那你在歐洲那邊建造房子要有地熱設備 那你在亞洲這邊建造房子要什麼 要有冷氣設備 那沒有地震的地方那個柱子就比較細 有地震的地方那個柱子就比較粗 鋼筋就要有抗震的能力 所以不同的地區 不同的人 需求是不一樣 那麼世間的法也是這樣 出世間的法 當然他道理是一樣 但是要先適應這些不同時代 不同時代 不同空間的 不同地區的人 那這個在佛滅後不多久 就發現到了 比如說 你到有佛法的地方 都是我往互死啊 那麼你出去脫波人家就會給啊 所以你不用桌子經營 或是不用特別怎麼樣是沒關係的 因為這是國往互死啊 就是你到那個地方根本 這個國家就不信佛法 那不信佛法你 你也不能免於其他的人 所以 那有一些規定他就必須要改變 有一些規定就要改變啊 所以你脫波也脫不到死 那當時你要去那個 沒有佛法的地方 紅法 人家都不信佛 人家那個地區也沒有 也沒有說看見人家來要飯 就給了 沒有那種觀念 所以你也不容易要到飯 不容易脫波起始 起到啦 那你住在那個地方 現在都沒有在點蠟燭啦 那你要 你這次必須要有電燈 你又不能說 我出家人我不用繳電費 那所以 他就必須有一些東西 他要跟著改變 那你說 好 今天如果 比如說啦 南傳的他是不足此經營的 他中這個界 那是因為他們的國家 比如說緬甸啦 泰國啦 那些他們已經有這種習慣了 他們都有扶持的嘛 今天 把他們放到台灣來 或是放到美國去 你看你不足此經營 能不能活得下去 沒辦法嘛 你又脫不到 那你又 你住的地方又要有著陸 要不然你就 待在那邊就好 你不要出來 你就待在那裡 那你就有扶持的嘛 你一出來 就環境不一樣了 那這邊的人 也沒有說 看見出家人 早上出來就拿飯等著給他們 你要吃 那你要住 那也沒有說免稅 或是他們不用 沒有 沒有這種東西 那你就變成 你必須要有另一套適應他的 那你說在印度 山衣就夠了 很熱嘛 而且 那你去西藏看看 你山衣夠不夠 如果山衣夠 那每一件衣都要像棉被那麼厚 那當然現在 現在材質好了 很薄就可以 有發熱衣那種就還好 那以前沒有啊 那你說山衣怎麼會夠 山衣當然不夠啊 那山賺怎麼會夠 那一樣的道理 那 所以 所以 這個就變成 有一些法跟力 它必須要配合不同的時空 必須配合不同的時空 好 那才能夠適應不同的 就是 必須要配合不同的時空 才能夠 才能夠把佛法傳播下去啊 流血 這是佛法應有的精神 那我們說 大盛就很 很偏重在這種氣息上面 那麼佛的法 是根本的 這佛說的法是根本佛法 我們剛才講根本佛教 根本佛法 諸佛長法 與祿佛法相的佛法 是樹冠的深入的 那麼 你依這個法 而能夠 跟佛所證的是一樣 路佛法相 他說樹冠的深入的 龍冠的佛法是旁通的 那麼 為了要 那基本上是怎樣 我們講佛的法 比如說這樣 那麼 它都是一直要往解脫的 但是 為了讓你能夠往這邊去 它可能 從這邊 從這邊路 從這邊路 就是 這個 這個就是世間的這一部分 那麼 因為你如果不這樣 它就不路 它不路 所以它為了 讓你能夠往上 你在人道 在天道 它能夠往上 那麼 它必須要先配合你 那麼這個在各個宗教上 其實都有 其實南傳也有 你看南傳那個四面佛 那麼各個地區都有 都有融合它民俗宗教的這一部分 都有 我們不要講什麼 我們看到的佛像就好了 你看那個佛像那個法記 這個是阿彌陀佛 佛像的法記 那這個菩薩的寶冠 菩薩的寶冠 那麼佛像的法記 佛的那個法記 佛哪有頭法 佛根本就沒有頭法 那麼佛的頭法後來是依據 佛像它最早就是兩個起源 就劍陀佬跟摩陀佬 那劍陀佬其實是希臘系統的 他們是依照他們的風俗這樣的一個 他們以前就有照相的這樣的習慣 就是維納斯女神那一種的 那麼他們是依據他們的風格 所以就變成有頭法的 那又有法記這種的 當然後來的佛像就融合兩個地方的 那劍陀佬 劍陀佬是希臘系統的 摩陀佬是印度系統的 那現在法記這種 還有那種 就是有很多佛像的造型 是跟西方的那種 照相系統有關的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 那就是符合那個地方人的神美觀 你看 如果我們去緬甸 或去泰國看這個佛像 我們就覺得不太莊严 真的 我們會覺得 它那種造型我們看的不是那麼莊严 但是那個是你的神美觀 他們覺得這樣才莊严 真的如果你去看泰國那個佛像 或是 緬甸的佛像 我們會覺得 就是說 還是中國的這些造型 那是你看習慣 那你西方人來看的 就是西方人覺得這樣漂亮 我們覺得這樣才漂亮 所以 每一個時代也不太一樣 每一個時代也不太一樣 所以它那個跟那個神美觀有關係 那這樣32相其實就是印度的神美觀 印度的神美觀 那 但是其他的人看這樣不一定雙眼 那個隨著那個地方認為莊严的 他就這樣畫 他就這樣上 其實是這樣 好 所以 它這裡說 這個千百年來流行於人間的佛法 不外乎是契合 這三者 他基本上就是根本的 以根本的為主 然後必須要怎麼樣 有素貫的 相應的 然後再怎麼樣 就旁空的 好 好 那我們在這個序言 就講完了 來看佛法概論的 第一章 第一章 法與法的創決者 即奉行者 這個就是三寶 那麼三寶是與法為核心 所以導致這裡 第一個也是講法 佛法概論 他基本上就是講法 佛法概論主要就是法 法 然後 這個 佛 佛是因為悟到這個法 法是真理 實相 我們講真理實相 這根本 那麼悟到這個真理 覺悟到 覺悟 那這個覺 是第一個覺悟的 所以叫創覺 他這裡講創覺 這覺悟 覺悟體正 可以這麼說 覺悟體正到這個真理 實相 那麼 才叫做佛 那所以佛是覺者 佛是佛陀的意思 所以他是覺者 因為他覺悟到這個真理 所以他叫做覺者 覺悟真理的人 或是體正真理的人 或是體正真理的人 覺悟真理的人 那簡稱叫做覺者 翻譯叫做佛 覺悟真理的人 所以叫做覺者 覺者就是佛陀 應該這麼說 應該這麼說 佛陀是覺者的意思 覺悟的人 那他是覺悟真理的人 如果沒有見到這個法 他就不叫做佛 他就叫做西達多而已 那麼 生是佛弟子 佛弟子的總稱 不是一個人 是總稱 叫做生 生是生且的意思 那法是達摩 生且的意思 一個一個也是生 一群人集合起來 就佛弟子 叫做生 他基本上就是佛弟子 那這個覺悟是最先覺悟的 所以叫做創覺 之前的人 沒有 之前的人都不知道 這個覺悟者 說出來之後 後面的人才知道 也跟著覺悟 所以他是最先覺悟的 第一個覺悟的 第一個覺悟的 最先覺悟的 所以叫做創覺 最先覺悟真理的人 他有先後次第嘛 最先覺悟的 叫做創覺 創先的啦 所以叫做創覺 創覺者 那生且 他就不是創覺 他是因為佛說了之後 他才覺悟的 這個就是我們叫做 這個叫做先覺 這個叫做先覺 創覺叫做先覺 最先覺悟的 這個叫後覺 以先覺覺後覺 好 好 那所以他這裡叫做法 與法的創覺者 法與法的創覺者 法 法是主要 法 與法的創覺者 第一個覺悟的 第一個覺悟的 法的創覺者 佛陀覺悟到這個法 所以他這裡是法的創覺者 法的創覺者 那麼生且是佛弟子 依著 依著佛所說的法 佛陀覺悟到法之後 把它說出來 告訴弟子 法是什麼 怎麼樣覺悟這個法 那麼佛弟子 依教共賢 佛弟子 依佛所教 依佛所教 那麼受辭修行 叫做奉行 奉辭修行 受辭修行 受辭修行 那麼依知得覺悟 所謂倦人 法的奉行者 這個是法的創覺者 這個是法的奉行者 那法的奉行者 有覺有不覺 那就是有煩有甚 法的奉行者 那麼因為佛弟子裡面 不是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都是解脫人 也有不解脫的 也有不解脫的 但是基本上 都是依著法我所教的 那麼要實踐正覺的 所以就是法的奉行者 那聖覺是包含凡聖 凡聖混雜都在裡面 佛弟子都叫做聖覺 這是佛教團體 就是佛弟子 那麼有凡有聖 像我們也是佛弟子 在聖覺裡面的一部分 但是我們不是創覺 也不是後覺 我們是還不覺 就還沒有 但是就是奉行者 奉行者這樣的修行方法 好 所以它第一個 法與法的創覺者 即奉行者 那就是三法 法 佛 生 再講這個 好 那現在 現在 現在先講 文藝法 導師這裡把法的分類 那麼就是導師特有的分法 那麼當然也有很多種分法 那這個是導師在很早之前的 佛法概論 是很早的 那如果現在 導師再重新寫一本佛法概論 那麼可能 我覺得可能會不一樣 因為現在又有很多種分法 那麼導師應該會參考 這個是非常早期的資料 我們來看這個是民國幾年的 我之前有講的忘記 是民國幾年的 民國幾年的 民國 三十八年的 你看 這個出版已經是三十八年的 那它 它寫的是更早的 它是更早 它出版是三十八年 三十八年看多早 我們三十八年都還沒出生 所以 這個是非常早 那那個時候的資料比較有限 那這個在導師的其他書 也可以看得到 就是說 導師後期有時候會修正前期的一些資料 那麼因為前期達到的資料 它是這麼說 那後期它就 就可能就是有不同的說法 那這個是導師最早對法的一個 主要的分法 主要的分法 它把它分作 所謂的文藝法 意境法 即歸一法 主要分作這三個 文藝 意境 即歸一 好 那我們就依這個來講 那麼像巴黎文 它講這個法就分成 分成四個 那麼 我們先說其他有一些不同的分法來講 好 他說依這個巴黎的住宿師 依巴黎住宿師 法的概念是比較廣放 就好像心 你講心 心這樣也是心 那個心理 真理的心 心理的心 很多種 肉團心 一般講肉團心 然後真心 然後這個 意識心 就很多種 那法也是一樣 所以法的概念很廣放 那你說 這個法的一些概念 那麼現在如果依巴黎的住宿師 他是說法有四義 法基本上有四種 四類的說法 一個就是真理 應該是這麼說 他從四個點來講 一個是因 從因 德 教 他是因 德 因法 德法 教法 跟一切法 跟一切法 他分這四部分 他分這四部分 那譬如說 真理 這是根本 這個叫做根本法 真理 那譬如說 緣起似地這種 緣起似地 無我忠道這種 這個是根本 根本因 那麼德 就是善法 就是道德 道德的部分 他也是法 那主要是善法 主要是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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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跟會這一種 戒跟定這一種 那 教 就是教法 經障 經障 經障裡面 比如說金剛經 法華經 比如說 雜阿韓經 真家韓經 這些都叫做 這些都是教法 他也是法的一部分 這概念 我們講的這種概念 那導師分的是另外一種的概念 那一般就是所謂的法寶 法寶 教法 就是法寶 就經障 經障這種教法 怎麼經怎麼經 他應該是 應該是怎麼做 道德 法寶 法寶 就是經典的本身就是一種法 就是經障 經障教法 或是教法經障 教法 經障 經歷論基本上都算 都可以算 經歷論都可以算是法 教法裡面的一種 那這個一切法就是廣泛說的 我們說一切法無我 一切法空 一切法無常 這個一切法 這個也是 我們看得到的 所以說 一切法 一切法 一切 一切 所有事物 所有存在的事物 所以我們說一切法空 並不是講真理 一切真理都是空的 不是 他真理本人緣起 當然是無自信 那是善法 是空的 不是 他是講一切存在的一些事物 他的無自信 他是一切法 諸行無常 諸法無我 那麼這個是一切存在的事物 還有很多種分法 就是對法的一種分裂 那麼這個其實一切法就是現象 應該這麼說 這個是一切法就是 這個是法寶 這個是道德 這個是真理 那第四個 教法英言 道德 現象 這個是現象 然後就一切存在 一切存在的事物 好 那這個是另外一種分法 那導師的分法是這樣 我們先把它寫出來 等一下再來講 文藝法 歸一法 意見法 文藝法 意見法 以及歸一法 所歸一的法 那這個規一法裡面又分 真實真道解脫 大概是這樣 真實法 中道法 跟解脫法 好 那 這個當然 可能在其他的著作裡面 他可能也有不同的說法 好 那這個是 對於法的一個 先 先了解一下 那麽 也有人分作 教法 因緣法 我們再想一下 也有這麽分的 教法 因緣法 道德法 文藝法 對於其中 他們沒有分 教法 什麽分的 我們把這麽分的 我們把這麽分的 沒有這麽分的 有 第一個叫法 叫法 是法 第二個 音緣 原體法 是法 第三個 道德文是法 第四個 現象的 沒被基礎這樣 用 任何可樂 所以 如果在部派裡面你會發現他法分有違法、無違法 有漏法、無漏法也分很多,非常多種 如果你要分類的話也是很多種 那一般就分兩種,有違法、無違法 或是有漏法、無漏法 也很多種,非常多 有些這麼分的,有八種 這個是導師的,我們先插幾個,等一下再來看 我們就對這個法的概念 有各式各樣的分法 有一些分的比較多,八種 我們就順便看好了 第一個,他是所謂的教義,就是教法 第二個,經歷,他也是法 過去法 第三個,境界 也是法 第四個,真理 真理是常見的 也是法 第五個,講規則 也是法 那規則 那規則也是常說的 規則 比如說定律,這一種的 第六個,道德 比較偏向你所謂的善 道德的 第七個 本性 那也是法 法性、法柱、法見 那本性 第八個特質 尖軟絲痛 這個地旋火蜂有尖軟絲痛 這些特質 特質也是法 人法是人的特質 佛 就是天法 是天的特質 那麼這個也是法的分裂 那麼有很多 那如果依 如果依波勒經裡面 他有時候分這四種 半江波勒經 一波勒經裡面 他法是分四種 依佛法來講 第一個 有為法、無為法 有為、無為 其實很多種說法 非常多 你在這裡好了 這個就擦掉了 有為 這是一種分法 有為、無為 這很常見 有為、無為、有肉、無肉 這個是常見的 常見的分法 就分兩種 就分兩種 像這個 記者論他也是這樣 從有為到無為 他基本上是從有肉到無肉 第二個種就是有肉到無肉 有肉法跟無肉法 也是分 有為就是生滅的 無為就是不生滅的 有肉就是雜染的 無肉就是清淨的 雜染法跟清淨法 那基本上是這樣分 有肉跟無肉 這個是佛法裡面最常分的 另外有所謂的世間法跟出世間法 就是道 道是出世間 出世法 那麼俗 是世間法 就是世間法、出世間法 這又是不同的分類 那最主要的 一般我們講 善法跟惡法 那這個是禁 善法跟惡法 可能都在有肉法裡面 都在有肉法裡面 我們講原來是這樣 善緣、惡緣跟法緣 善惡基本上都在世間裡面 那麼法緣是出世間的 那又不一樣 那印度原來法的概念 印度原來法的概念 那麼是法是一種運動 運動 那麼法跟非法 我們的法跟非法是散跟惡 那有一些法跟非法就是 運動的跟禁止的 那又是法跟非法 又不一樣 所以這個法的概念 其實非常非常複雜 那在不同的經典 或是不同的宗教 然後是 哲學 或是其他的科學 或是其他的宗教 或是佛法不同的經典 對他的一個 因為法是一個名詞 這個名詞包含太多東西了 我們講 諸法無我 跟這個 這個法是主現象 一切法 一切法的這個現象 都是無自信的 跟佛所證法的法不一樣 那麼 所以這個法的概念非常廣 非常廣 那導致是從三個地方來講 文藝法、意見法、歸意法 好 那我們先來看 第一個文藝法 文跟義 就是我們講的法跟義 文就是文具名聲的文 文字啊 語言 文字語言都是文 好我們來看 從佛法流行人間說 佛陀以身解是比法更具體更切 為什麼 看得到 佛看得到啊 佛當時看得到 現在看不到 但是還有佛像 那麼 生也看得到啊 出家人啊 佛弟子啊 佛及佛弟子 是看得到的 法呢 法看不到啊 法是看不到的 就是佛所證的法是看不到的 那麼 那麼所以 基本上他說 佛陀以身解 三保裡面 是比法更具體 更切齒 但佛陀是法的創覺者 所以這個法是真理 那麼是法的創覺者 第一個覺悟的人 覺悟到真理的人 身解是奉行佛法的大眾 是佛所交出來 告訴他們 怎麼樣得解脫的 那麼這都是法的實證者 身解裡面有兩部分 一部分是實證的 一部分是還沒有 這個就有反有勝 那麼出國四雙八倍都是有實證的 那麼還沒正四雙八倍之前 就是還沒實證 但是他也依然在奉行佛所教的法 那麼要得到佛所證的法 依佛所教 證佛所證 我們說 借教悟宗 佛從中出教 佛弟子借教悟宗 基本上是這樣 佛悟到真理之後 把它說出來 叫做從中出教 從他所悟的 那麼把它說出來 變成教法 比如說要八正道 自念處 你要怎麼修 那佛弟子 那佛弟子 生前 佛弟子 依佛所教的 依佛所教 那麼悟佛所忠 悟佛所悟 覺佛所覺 正佛所證 那麼借教悟宗 藉由佛說的這些叫法 借教 通常我們是做這樣 那麼佛從中出教 那佛弟子在借教悟宗 那佛弟子在借教悟宗 那這個叫就是這個叫法 好 所以他這裡講 他說 這都是法的實踐者 不能理法而存在 所謂法是佛法的核心所在 應該說 法是佛法的核心所在 我們常常講 佛法跟三保裡面主要是法 那我們現在就比較偏向佛跟身 像現在大部分的人 比如說念佛 念觀音菩薩 念地藏菩薩 那麼已經不太管 這個經 普門平在講些什麼道理 也不太管地藏經 說的修行次第 也不太管無量壽經 告訴你 為什麼這樣講 這個都不重要 他重點就是 我把經送完 我把佛念多久 那麼我可以往生到佛國圖 或是我可以不得到 那麼這個是依佛 或是依觀音菩薩 或是依普賢菩薩 或是依文書菩薩 或是依地藏菩薩的加持 保護 所以 所以我可以得到利益 他這個法就是 這個經 或是這個名號 他就是法 所以有很多人會強調 念佛就是修行 誦經就是修行 慈奏就是修行 我告訴大家 還不是 真的 因為 修行一定有修行的次第 那麼他要得到的利益 他為什麼這麼做 他會跟你講道理 原理 這樣做之所以能夠得到這樣的利益 是為什麼 那你必須要怎麼做 你想得到什麼 你必須要怎麼做 那我們大部分都不管這些道理 反正從頭送到尾 送完了就是了 然後你專心的念 你就可以得到功德 那麼這個後來我們偏向於 就是 上司的佛法最寶貴的那一部分 叫做如理之為 那你也不法誰法行 沒有赤地 反正 好好念就好 一清念就好 好好送 一天送幾副就好 所以你常常會發現到說 我要消災 我要送幾副 我常常講 比如說水入法會 水入法會 比如說好 能源潭 那有朱金潭 有能源潭 有華元潭 那麼華元潭就送華元金 能源潭就送能源金 朱金潭就送很多金 那麼你就送布金 那送多少布金 多少人送多少布金 然後回向給誰 你寫的這些粗淺的人 那麼超度冤心在主 那麼我已經把這個金送完了 幾部金 然後我在這裡面送金 送了幾部 然後金送完了功德就有了 那麼就回向給那些人 把那些人的業障都消了 這是佛法嗎 當然不是 佛法哪有可能這樣講 第一個佛法是製作製作 就是你的業要自己消 你的功德要自己修 就是當山吃飯 乙世寶 那麼這個王母吃藥 那麼這個馬六的身體好 那有可能 這種東西是不可能的嘛 所以但是我們現在變成我送金 出錢的人的消業障 但是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後來就變成 那這個有兩個迷思 就是第一個 第一個 張山吃飯李世寶 李世吃藥王五好 就是不可能是這樣 那麼你 業報的原則錯誤了 第二個就是說 也不是誦經誦完就有功德 也不是念佛念王就有功德 你送金送完了 你送普門品觀金菩薩就說 好啊你今天功告做好了 給你增記下來 你有多少功德 帝章菩薩說你帝章金送完了 好給你增記下來 你有多少功德 累積起來 那送完之後 你要把這個功德賣給誰 或送給誰 告訴我 我就把你傳過去 哪有可能這樣子 這個不是佛法 可是我們現在的佛法都變成是這樣 所以那個法不見了 那個法不見了 都是佛 你之所以能夠得到的利益 是因為佛跟菩薩 我們也很少 我們的身基本上都是 主要是菩薩身的 文殊菩薩 普天菩薩 觀菩薩 就是說你的利益 利益功德的來源 是佛菩薩 你念佛 念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就滅你 滅你生死重罪 你念地藏菩薩 地藏菩薩就滅你生死重罪 你跟觀音菩薩 觀音菩薩就 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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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讓你消災美娘 你念耀師佛 耀師佛就讓你消災元壽 重點 重點不在耀師金講了什麼 他怎麼休閒 為什麼 重點在你把金念完了 你把佛念了 你把奏念了 所以你就有功德 所以你就有功德 這不是佛法 這已經把法 把三保裡面這個法 丟掉了 就是變成念佛 誦經持咒就是法 到現在還有人在強調這種觀念 老一輩子比較會這樣 他基本上對佛法的認識不多 真的 老一輩子我們也不能何求他 有一些真的是這麼講 但是我們真的要理解佛法 三保裡面是以法為核心 但我們現在尤其是北傳的 北傳的這一部分特別嚴重 上傳的更嚴重 上傳的佛跟身基本上 都在上師之後 上師不一定是身喔 當時他也是佛弟子 當時他不一定是出家的 那麼所以這個就更嚴重了 但是後來就變成這個法的內涵 法的內涵開始模糊了 而且不見了 法最重要的就是智慧 智慧 知法入法 那麼知法你要實踐 你才能入法 法隨法行 施欲留之 修行施欲留之 欲入甚有 從有肉到無肉 從有微到無微 就是超反入甚 從反到甚的過程 自欲留 這四個方法 都是清盡善事 清文正法 奴隸思維 這個就是要思維這個法義的部分 法隨法行 這個就是要去實踐 法勞義 義勞義 基本上 基本上 基本上是這樣 法隨法行 法隨法 隨法就是隨著這個法 而得到這個法 那這個正法 它基本上就包含 事間出事間 那麼修行的次第 修行的原理 修行的 修行的功德 這部分 行就是去實踐 那就是去實踐 依法實踐 就是依教奉行的意思 它就是要實踐 那麼實踐一定要有次第 次第從哪裡來 從這裡來 然後思維德來 他的原理 他的方法 他一定要實踐 我們叫做依教奉行 那我們現在大概就在這裡 跟這裡 就是你誦經 面佛 大概是這樣 那後面就沒有了 你讀地藏經 你沒有去思考地藏經 講的什麼道理 那你讀《華原經》 不去問 《華原經》講的是什麼 你讀《金剛經》 你也不去問《金剛經》 講這些 是什麼道理 那為什麼這麼講 那我們要怎麼做 我們要怎麼做 法 這個法 水法 這個法 它基本上就是像解脫的 真理 那麼你要依什麼法 可以得解脫 如果你要升天 那你依什麼法可以升天 那你要成佛 依什麼法可以成佛 你要做些什麼 如果這個法是解脫 那你就是三學八正道 如果這個法是成佛 你就是六度四射 通常是這樣 那我們現在 這裡過去就沒有了 沒有去想 這佛經在講些什麼道理 沒有去想 重點就是把它送完 幾步幾步交代 我送個幾步送個幾步 念佛 念菩薩 那相對於親信善事 那麼 所以 大部分的人 就到這裡而已 就送經 送經 念佛而已 送經 然後念佛 那麼 這個佛 這個菩薩 不是念菩薩 那麼菩薩就把 好像在做工一樣 那菩薩就把工錢算給你 那你以後要蓋房子 要給誰給誰 那沒關係 你講一下就把你會給誰了 那其實不是這樣子的 這個觀念不是佛教的 可是我們現在多數的人 多數的佛教族都這樣 我出家三十幾年 三十年以上 那麼我看到的基本上都是這樣 多數 十個裡面至少有八個都是這種觀念 都還在停留那種 送經念佛 那不用去理解這個經在講什麼 那麼 就算理解了 那也沒有說 我理解是因為 我要到處修的 也沒有 那修不是我們的事 那個是觀念菩薩 普賢菩薩 他們在修的 那不是我們修的 我們只要 我們只要念他的名號 或是 把他的經附送過幾次就好了 那麼他就會把他們修的功德給我們 那麼這個是錯誤的 佛法從來沒有這樣說過 但是後來的人就是偏向於這樣 所以現在要把他轉回來 轉回來 法是核心 不是佛跟身 法才是核心 所以佛陀要露滅之前 或是還沒露滅之前就講了 自一子 法一子 莫一一子 就是要以法為主 好 他說 所以不能離法而存在 三保 佛跟身 都是依法的 一個是正德這個法 一個就是依佛所教的 要去正這個法 有些已經正 有些還沒正 以正當正 那麼 所以 法是佛法的核心所在 我常常講是三保的核心 那麼 法是什麼 在聖典中 法制使用的範圍很廣 就非常多 我們剛才講法是什麼 可多了我告訴你 現在 現在再來研究就更多了 就更多了 那麼 那麼 如果把不同的內容 調理而歸納起來 那麼 導師是分作三類 三類 一個文藝法 第二個 意境法 第三個 學佛者所歸一的法 就這三類 好 那麼先來看 第一類 第一類 叫做文藝法 那 世尊說法 重在名聲 聲名俱文 聲是聲音 那麼 基本上 名俱文 那麼 一般來講 就是名聲 俱聲文聲 但是不是這個聲音 好 我們講 佛法裡面最常說的就是 文俱名聲 文聲俱聲名聲 名俱文 他這裡講的是名俱文 名聲 這個聲 俱聲 文聲 那麼 名 名就是名詞 比如說 比 比是一個名詞 比如說 人 是一個名詞 比如說 武藝 是一個名詞 那個 聲就是積聚的意思 聲是積聚的意思 集合的 合集的 積聚的意思 積聚 積聚的意思 那這個是名詞 比如說武藝 那 比如說人 它都是一個名詞 那這個名詞是怎麼來的呢 當然是什麼機具的 是聲音機具的 人 那麼我們 比如說我們如果要這樣講的是 人 就是這樣 那這個是文 這個是文字 文字 那文字聲音 文字聲音機具起來的 那 比如說武藝 它是武跟運 五五五 與恩運 比如說類似這樣 那它就是把這些合起來 變成一個名詞 變成一個名詞 那 聚聲 就是名詞跟名詞 積聚起來 就變成一聚 就變成一聚 名跟名聚起來 比如說武運 武運 武我 武運 武跟我 武是一個 運是一個 武運 射做掌聲音是 無我 諸行無常 那這是一個句子 諸行無常是生命法 又是一個句子 這是聚聲 它也是這一些名 這個名是由這個文 文字 或聲音 這個是文字或聲音 印度之前沒有文字都是以聲音 比如說阿音 有的 這個是日本的 這個音合起來的 那日本 所有的都有那個母音子音 然後一樣合起來 這個語言 那他們比較是重聲音 文字 語言 中國比較重文字 他們都是由聲音 那麼由聲音合起來 就是他們的這些 比如說 蘋果 APPLE APPLE 這個合起來 這五個字 五個字母合起來 變成一個蘋果的名 那這個就是什麼 音節的單字 聲音 音節的單字 文字 比如說我們講 我們講 這個集 那集就是由這個準 跟這個木合起來的 類似也一樣 那文字跟語言 合合而有的 文聲 巨聲 名聲 文聲 就是 音節 合而成名聲 名聲 合而成巨聲 那文 文 句名 或是說名句文聲 基本上是這樣 那導師這裡再加個聲音 聲音文字 這個就是聲音 那通常是文句名聲 通常是這麼說 文 句 名 聲 或是講名句文聲 那其實文是文字的意思 它是最基本的 然後文 文 形成名 名 形成句 那這些都是 幾句 句句的 那這個是所謂 我們現在這些文字 所以他這裡講 那導師是說 聲名句文 聲音 他多了一個聲音 聲 聲 名句文 那文字語言 這個聲音 語言基本上都在文聲裡面 所以這個名 文可以是字母 或是聲音 音標音節 可以是字母或音節 如果在英文的話 它就是一個字母 AECD這些 如果 或是一個單音 比如說我們 我們也可以猜 這些字都可以把它猜 因為我們的文字也是組合的嘛 就是 有什麼偏旁 人字旁 金字旁 然後再加個什麼 那這些也是組合起來的 這個是文聲 那麼 名聲就是單字 就是名詞 句聲 就是名詞 跟名詞合起來的句子 那這個我們就 通常是這樣 那導師前面再加個聲 那我們就會稍微有點複雜 基本上是名詞文 名詞文 那他的聲是積極的意思 那他這個聲名詞文 的語言 就聲是聲音 那一般是說 名詞文聲 那身體的聲 好 那麼 書寫的文字 那文也 文主要是聲音 文主要是聲音 那麼 因為導師說的這個聲 是這樣 沒有的話 你們會以為導師講錯 其實不是 他是這樣 我們是名詞文聲 那導師是聲名詞文 名詞文 我們是名 一般是說這樣 名 句 文 聲 名聲 寄聲文聲 那導師是聲 名 名 句文 這個是積極的 這是單節 這個是文字 或是 音節 那麼 他是說 因為印度人中聲音 印度人沒有中文字 所以 這個也是 這個比如說 我們剛才講 波波摩摩波 如果以我們台灣來講 波波摩摩波 波恩本 這個波波摩摩波 這個意思是文 那麼 他還是聲音的 那麼句名 波恩本 本來 勒來來 波恩本勒來來 這個波恩勒 那這個就是文 那本來 這個就變成明 那本來無遺物 這個就變成句 那麼這個都是用聲音發出來 因為他那個時候不中文字嘛 不中文字 所以就變成你一聲音講這個文 講這個句講這個名 那麼文成名名成句 都是因為 因為他這個種在耳根嘛 就種在聲音 印度人比較沒有中文字 因為廢陀的這樣的一個傳統 也是用講的 他不用寫了 那後來佛法也種這個 但是後來就改變 到波羅金就種抄寫了 以前沒有 大家在學學的時候還是用念的 這個是廢頭的傳統就這樣了 所以導致的是聲音 就是聲音發出來的文句名 其實他講這個 所以他講聲音的名句文的語言 所以他這個聲字指語言 那麼還有書解的文字 所以這個就是語言文字 那你放在前面有時候會被誤會 其實他就在講發聲的語言 就是出聲的這個語言 以及書解的文字 那出聲的語言裡面主要有三種 就是名句文 其實是這樣 那麼以後 就是書解的文字以後才發達使用詞 重點就在標聲音跟文字 語言跟文字 文字跟語言這兩個 文字是以後才有的 以後才有 就是佛滅後 大概第二結集的時候 開始有 但第二結集還沒有 還沒有文字 可能到第三結集之後 才開始有文字吧 那麼就是 七百結集的時候還沒有 但是已經有人在使用文字了 其實是這樣的 那麼他這裡也講 語言跟文字可以合為一類 基本上就是一類 就是說 我們比較重文字 那印度本來佛陀時代 是比較重語言聲音 差別在這裡而已 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那麼大家合掌回向 願以此功德 不及於見 我等於眾生 皆共成佛道 入口 賺 入口 原來